大家就专看债券方面的投资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问很多的问题 包括未来又说加息 又说退市等等 传统上都会觉得对于债券的影响都挺大 所以待会你要和我们拆解一下 究竟相关性是什么 还有今年我们在选择债券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注意